环球经济重心东移庞大的消费市场 使亚洲区成为全球商家瞩目的焦点 由香港马发局主办的亚洲授权业会议 一连两天以环球亮点聚焦亚洲为主题 迎接22位来自10个国家可地区的授权业专家及行业翘楚 国际授权业协会主席Charles Riotto表示 内地授权商品市场在过去的6年中规模翻了3倍 未来潜力巨大 这是最快的培级区域规定在世界上 这些情况下 这是只有3%的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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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n协领域 但比较业高和大广领域的 nasıl代表 和一些的改革改革地距谱 那些现在的情况下 我是中国派的主要代表现 为首要快速的领域领域在年以往 他最高的尽量是紧有商量的领域 有很多各种方式的方式 但是有很多其他品牌 在同一間的空間 因此我們看到很多公司 不僅使用市場的網絡 但也有各種社交媒體 網絡 任何方式 能夠接觸到目標的觀眾 讓他們的視頻 中國的這樣的一個產業環境 也是比較特殊 有不同的市場這樣的一個特性 預先合作同步上市的一個模式 是可以在考慮在中國來推進的 20年前從玩具企業起家 09年在深交所掛牌 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動漫企業的奧菲動漫 去年12月同美國孩子寶成立合資公司 利用相互的資源建立授權平台 讓中國企業走出去 外國企業走進來 我們火力少年網一個悠悠球的品牌 這個品牌在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好 銷售已經超過了十幾個億 那它能夠得到孩子寶的支持 不僅在中國我們做得好 通過孩子寶的網絡 通過孩子寶的資源 能夠在全世界的市場能夠做得更好 通過孩子寶也想 把它一些比較適合中國的形象跟品牌 通過奧菲在中國的資源 能夠把中國這個市場做起來 上海市集華創曾經成功引入 日本經典動漫形象奧特曼 櫻桃小丸子 名偵探柯南在中國的授權 近年來更自主創造許多動漫形象 例如上海女孩和警甲戰士 中國超越日本 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 市集華創參加尋找中國授權商機 分題討論會 強調內地授權市場 仍然蘊藏很多機遇 事實上中國應該是有2000億以上人民幣的 這麼一個市場規模 只是以1.5%的這個比例來算 相信未來呢 這個中國整個動漫授權行業的規模 會有5000億到6000億 從我們角度來講 用亞洲著名的動漫品牌 和優秀的企業來合作 同時幫助他們打開市場打開渠道 解決他們從OEM變成ODM 這麼一個過程 完成中小企業 向品牌化 向負價值高的市場來進軍 除中國之外 東南亞授權也呈現了蓬勃發展的勢頭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younger population is growing like Indonesia Philippines I definitely think these are the market that we should focus Mainland China major business is apparel and then now we have started exploring more unique programs like coffee shops featuring Pele and then like you know small jewelry counters or etc. But for Southeast Asia definitely baby and then children programs have potential